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我們要帶您討論到 國會的改革 其中有一個就是 國會的調查權 為什麼調查權這麼重要呢 我們就帶您來看一個例子 首先我們先帶您來看到是 台灣人現在買煤炭 大家都知道嘛 那麼但是買煤炭從哪裡來 竟然是從俄羅斯來 根據統計 這個人均還是全球第二名 一量的話是全球第五名 那麼以人均來計算 則是全球第二 往下壞了 他們說現在難道是 拿烏克鞍的血在發電嗎 因為俄羅斯戰爭以來 台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 俄羅斯煤炭的進口國 購買俄羅斯煤炭出口量5% 跟已經購買大約台幣 1120億元的俄羅斯煤 那麼相較於 平均每個人購買147美元 也就是台幣4755元 那麼也是全球第二多 年增率是31% 那麼台電說 跟民營電廠的採購合約 沒有規範 不可以買俄羅斯的煤礦 所以我們無法強制要求 不能買 頂多只能多溝通 但是還記得嗎 前總統蔡英文之前 不是說電廠發的 還是要拿去賣 台電過一手就沒有罪惡了嗎 而且蔡總統跟賴總統 過去不是都是口口聲聲說 挺烏克蘭 怎麼還用俄羅斯的煤炭呢 那麼現在天然氣可能帶動 台電漲價 之前不是這個前經濟部長 王美花才說 新的合約比俄羅斯還便宜嗎 甚至還記得嗎 王美花的專案報告說 電價調漲的主因是因為 俄烏戰爭 所以現在是不是 大家都拿官員都沒皮條 也因此就國會改革 才會被網友認為 這真的是需要趕快擂坐 那麼現在網友就說了 你看這些官員嘴上說挺烏克蘭 但實際上身體挺的是俄羅斯 民進黨根本是拿烏克蘭的血 跟台灣人的肺拼命的發電 甚至有網友說 支持烏克蘭一些口號 購買俄羅斯便宜的煤才是生活 像不像抗中保台 那麼現在就包括了 現任的行政院長卓榮泰 你看不只煤 包括他們談到中油 他說談到中油 你一定要信賴政府 結果被粉專諷刺說 張善政才依法重罰 卓榮泰前一天說要珍惜 人民再度信賴政府的機會 他視察中油的就是這樣說 但是偏偏中油 桃園的煉油廠爆出污染事件 重金屬超標7倍 石油化合物也有10倍 所以桃園市長張善政是依法重罰 有粉專就說了 你看信賴政府一定會穩定污染 穩定提電跟穩定漲物價 那麼甚至有這個網友就說了 相信政府一定可以讓你的費 提早報費 那也有人就說了 怎麼可能會相信他呢 八年的貪污腐敗 絕不過現在 賴政府是不是還持續在警報 這一個非核家園的神主牌 又或許有動搖了呢 45.8%的民眾不贊同非核家園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 政策嚴重的缺乏共識 他們發布了各國人 對民進黨政府非核家園政策的態度 最新民調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45.8%是不贊同的 但是也有42.4%的民眾是贊同的 那麼這個民調傳遞兩個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就是 台灣社會對於當前的非核家園 其實是缺乏嚴重的共識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數字是相當的接近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政策建立在少數人支持的基礎之上 這個年齡層是除了65歲 及以上資深公民外 每一個年齡層都呈現了 多數不贊同民進黨政府非核家園的政策 那我們帶你看到這份民調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的人越高 發現他們傾向越不贊同非核家園的政策 你可以看到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 則有52%不贊同 專科教育的則是61% 高中高職46% 初中國中則是34% 小學以下是20% 但是大家看完這個數據之後就說了 過去民進黨不都是很自視 就是說他們的支持者都是年輕人 都是高學歷嗎 但是現在看起來高學歷的年輕人 似乎也不支持非核家園的政策 那麼有人就說青鳥以為的非核家園 跟現實的非核家園 其實還有大量的漲電跟缺電 只是青鳥都看不見 而現在童子前跳出來就說了 其實政府不該讓大眾誤以為 綠能很簡單就能達成 實際上要損及許多生態 才能滿足發電需求 所以最好讓核電幫忙一半的忙 你別忘了他的另外一個身份 是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副召集人 有人說這到底是在打臉賴總統 還是其實他是在幫賴總統來解套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盛峰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買俄羅斯煤炭這件事情 這樣子 就是說你如果民進黨太多 你會氣死嚴不凶 就是說你跟他去爭吵 氣死嚴不凶 他們最大的一個道德 就是只要擺出事實來 收輸不可以贏 你要把事實擺出來他一定是輸 但是收拶絕對在政黨 就是這樣 整個社會現在就在收拶 你說俄羅斯 俄羅斯這是一個個案嗎 嘴巴說的跟行動做的不同的事 你覺得這是一個個案嗎 長期以來不就是這樣的性格 所以我們來看看不只是美 其他一樣 你說揮和家人 平常你問我 我不會很堅持要或不要 對啦 黑貓白貓 會抓老子就是好貓 我管你揮和不揮和給我電 我看社會經濟還很簡單 你要揮和你要吹牛 你要吹到哪裡去我都沒意見 給我電 不是啦 現在那是說什麼 說到揮和家人全補償 說到要怎麼搞我省電 沒辦法就這樣子 沒有電怎麼辦 結果死人給你看 沒有怎麼辦 說到揮和家人好 說到處都全部頭頭是道 問題你講的頭頭是道 電在哪裡 我也知道 這就是今天存在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常常講 這些問題 假如我們一條一條 跟他去討論 我們叫起座 因為他就不斷跟你混淆 混水摸魚 然後鬼扯一通 今天扯一個這個 明天扯一個那個 東扯西拉 最重要的問題 我要電 請政府告訴我給我電 你要揮和家人 我沒意見 揮和家人的前提下 電從哪裡來 已經講了幾年了 電在哪裡 電在哪裡 所有的電不是不穩定 就是有安全威脅 天然性有國安威脅 然後綠能發電到現在為止 除了官商郭賊 還是官商郭賊的聲音之外 我們看不到出來 綠能發電解決 台灣的電源什麼問題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時候 你還是跟他扯東扯西 給我電 其他免談 這是我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看法 然後不要嘴巴講 我來支持烏克蘭 然後去向俄羅斯買媒 然後給俄羅斯錢去打烏克蘭 這個是今天民進黨的這種標準 你堅持就堅持到底 不會 我講這個就廢話 他什麼時候 他除了貪污堅持到底以外 什麼時候你看他是堅持到底的 對的是什麼時候他堅持到底 該做的是什麼時候他堅持到底 那不要臉的事 他倒是很認真的堅持到底 這是我對民黨的評價 好 我們來問一下蘇惠議員 那你又是怎麼看 尤其是現在 卓羅斯還不是說你要珍惜 民眾還信任政府 但是政府常常做一些 讓人家覺得 摸摸腳頭緒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俄羅斯戰爭還在打 為什麼俄國還有錢在打 之前就很多人說 全世界最想要俄武戰爭 繼續打的就是美國 美國嘴巴講希望制裁俄國 希望俄武戰爭挺 但是實際的行動 他根本沒有希望俄武戰爭 他的制裁也是假的 為什麼 全世界美國最叫得動的國家之一 台灣絕對是名列前茅 如果美國要台灣 跟著制裁不准買的話 台灣絕對會乖乖的聽話 但是你看台灣已經成為全世界 第五大俄羅斯煤炭進口國 台灣這麼小這麼小一個國家 才2300萬人 可是居然可以成為 全世界第五大俄羅斯的 煤炭進口國 那代表什麼 美國根本就不管台灣 美國根本就不在乎說 台灣繼續跟俄羅斯買 根本沒有在真正經濟制裁俄羅斯 這也就是為什麼 烏克蘭還在繼續被打 俄羅斯還有經濟能力 我覺得烏克蘭也應該要看一看 美國是不是真心有在制裁俄羅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台電的財務狀況 真的是一個大黑洞 真的是一個大黑洞 不只我們之前立法院就曾經要求 台電要透明它的購電合約 第一個 你的原物料採購 到底是從哪一些地方採購 你採購的價錢是什麼 第二個你跟這些民營電廠的 採購的價錢到底是什麼 它通通不給你公布 之前才有一家媒體獨家爆料出 台電之前跟九家民營電廠簽約 因為簽約出包 導致巨額虧損 等到台電發現的時候 去跟這九家求償 求償兩百多億 結果第一審輸了 輸了又怎麼辦呢 上訴第二審 要不然我求償少一點好了 要不然我求償92億好了 結果還是輸了 導致血本無歸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因為這個案子 台電損失就至少兩百多億 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根據立法院的決算報告 台電去年自己編的決算報告裡面 他就虧了三千兩百多億 這還在自己編的 還沒把核四列進去 台電的財務狀況到這個地步 他還有臉 這個沒有辦法讓你知道 這個不跟你講 可是我們看到那些綠能 真的是賺飽飽 去年某一家綠能公司 不斷被大家質疑 新潮流小公主家裡 爸爸當董事長那一家 大家去看 從去年到現在 股價翻了百分之一百 以百分之一百要翻一倍 營收不斷的創新高 所以你說賣電到底是好生意 還是不好的生意 台電虧成這樣苦哈哈 可是跟台電做生意的人都賺飽飽 所以我們的台電 到底是在怎麼做生意的呢 這個是我覺得 台電應該跟全民交代的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上大哥你怎麼看 現在到底賴總統是還要警報 非核家園這個選主牌 還是他其實已經在想退路了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賴清德的態度有沒有鬆動 但是你從他那一天 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 你一面被問到四階 跟核二三的演繹的過程當中 他是提到說可以到氣候變遷討論 而不是一個強烈的否決 否定的一個態度 那你從這邊去看早上 佟子賢就是氣候問簽的副召集人 你在看經濟部長之前 核二核三的講話 似乎好像同志賢跟經濟部長的脈絡 講核電的脈絡趨近於一致 那你回過頭來看經濟部長是誰找的 毫無疑問賴清德 同志賢氣候問簽的副召集人 那當然也是賴清德找的 然後當天宣布要成立三個委員 又說這個問題可以到氣候變遷去討論 可以看得出來賴清德在核電這一塊 似乎態度是有點鬆動 但是核電這一塊 而未來還要看黨內裡面的態度 不見得是賴清德說的算 你要如何去讓這些立委們 當初堅持非核家園 瞬間要叫他轉向 這還有一段過程 不會那麼快 甚至於這個議題 會不會變成民進黨內 會起爭議的問題 當然可能會變成這樣 當然談到說 二媒這一塊 其實台電的說法 我根本不是太在乎台電的說法 而是要在乎的是政府的態度 無二戰爭 歐盟是怎麼處理 禁止二媒進口 我禁止進口 當然民間就買不到 日本階段性禁止進口 所以它現在 其實日本是 全球沒採購第三大國 比我們還多得多 但是它的二媒 今年跟2023年跟2022年比 它少了73% 因為它是階段性 它要用階段性到完全禁止二媒 它2022年先宣布了一部分階段 你看2023年 減少了73% 去年二媒只占它們進口的2% 前年9%等等 英國也是禁止進口 歐盟是禁止進口 我們現在台電的說法是民間買我不能限制 政府可以禁止它進口 是可以禁止它進口的 所以你看得到 烏二戰爭議發生以後 我們的蔡英文還見過烏克蘭國會友好小組 強調我們是跟烏克蘭堅定在一起等等的一些因素 當然這一件事情 就二媒的這一件事情會變成一個諷刺 會變成一個諷刺 因為你放眼全球去看 去看制裁二媒的 二國的國家 它對二媒的 直接是採取的是禁止進口 不是說我政府不買民間可以買 它是絕對不給你禁止進口 我覺得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在制裁挺屋 制裁俄羅斯方面 我們的力道僅止於在口頭上或是一些重建的 而對俄羅斯其實影響並沒大 我們還是繼續在買煤 繼續讓俄羅斯賺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帶您繼續討論 廣告之後回來